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 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 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朝鲜的感染者 我大概研究了一下 可能已经将近500万 但人家治愈有绝招 给大家推荐一下 另外说说中共的政治斗争 在这儿我要开一个固定的栏目 叫中共政治斗争新动向 每天都有新的动静 给大家到时候咱们研究一下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东航坠机 现在有了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是人为故意操作 解读一下这篇报道 背后的用意 我认为是美国在倒逼中方 公布真相 最后呢 讲讲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发展 这里边有泽连斯基 他在嘎那电影节做了一个演讲 我用他著名的一段话 来作为我们的标题 叫独裁者将会死去 而自由永不终结 我们还是先从朝鲜的疫情开始 据朝中社 相当于朝鲜的新华社 平壤5月18号的报道 朝鲜国家应急管理指挥部通报 5月16号晚6点到5月17号晚6点24小时之内 朝鲜新增发热病例 232880例 治愈了25630人 死亡6人 大家听这数啊 背后都是零 都是整数 这让人看着有点别扭啊 昨天的大数是27万 今天呢是23万多 已经连续两天开始下降 我的估计呢 现在因为主要因为他疯着呢嘛 主要就是家庭内部传染 估计呢把家里这点人差不多都传完了 那数字差不多就下来了 截止到昨天晚上18点 全国累计患病171.595万人 其中 全遇了102.472万人 现在接受治疗的 现在是69.117万人 迄今为止死亡总数 为62人 现在等于全遇的 在这117万里边现在比例是很高的啊 但是有朋友这两天质疑呀 朝鲜官方的数字你也信呐 说到这件事呢 在这两天说到朝鲜这件事 之前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想过 看到刚才那些数字 171万 其实朝鲜本不必说这么高的 朝鲜就比如说三胖 我说低一点或者说的很低 谁你能拿他怎么样 你谁能证明谁能博他呀 作为朝鲜那么一个信息黑洞 谁拿他也没脾气 所以说呢 他既不靠这些高数字 通过这个来卖惨 来求国际援助 你现在给人家都不要 所以说你看不出他现在把数字爆成现在这样 他有什么实际的利益 他在这里边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认为呢 因为每个国家的具体数字都不绝对准确 因为有很多病例你不可能随时检测到 这检测而且自己就有误差 所以说大家描述的其实都是一个大致的状况 所以说说到朝鲜这个数字 三胖的这点数字我认为相对 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然他很可能在死亡人数上 造假 朝鲜政府呢宣布 现在朝鲜封锁了200多个市和郡 现在有多少人参加防疫呢 有134万9千多人 参加了整个的防疫 卫生宣传包括检测包括治疗 那有朋友就要问了他怎么检测呀 这我还真追了一下 他的具体方式呢就是禁止全体2600万居民 外出的情况下都在家待着 这些防疫的人员刚才说的130多万人挨家挨户的上门 找出发热者强制进行隔离 在家隔离也行弄到外边外边他没地隔离去嘛就在家里边啊他给你安排一下 具体说呢人家不像中国那样 排大队去做那个核酸检测 说的检测啊不是这个他也没这能力 入户检测测什么呢 就是顶脑门就是测体温 他整个所谓说的检测就是看你发没发烧 大家注意啊韩国官方一直把这次的疫情啊病毒确诊称为 不明发热病 为什么这么叫呢 韩国的专家呢因为比较了解他们 他解释呢主要是两点原因 首先避免说这人染上了病毒 你说有病毒啊这病毒可那不坏了吗 避免群众恐慌你是发热病他他这么叫这件事 第二呢他为什么叫发热病呢 他主要确诊是以发热为确定的标准为评价的标准 一顶脑门你发热了你病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题目里说他的实际感染人数已经在500万人上下了 因为根据奥米克戎这个病毒的特点 他有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 你要按照世界的普遍的规律 这个无症状就是也不发烧 也没没绝出来呀 这有多少大致占六成左右 上海这次呢当然是比较夸张了 无症状者高达九成 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看见的 不知道这病毒到这为什么就变成这脾气了啊 所以说他说九成就九成吧 那你现在呢朝鲜有症状的 发热的大数一百七十万 一百七十一点几 如果那你要算上无症状 这个他测不出来 因为他不做核酸你也不验血你也不测别的 这个测不出来 那你按照国际普遍的这个标准 他的总人数算上无症状应该就接近五百万 你一百七十一万只是四成 加上那六成无症状总数加起来 你就在五百万人上下 那如果你要是上海的状况 九成无症状 那你想 只有10% 就一百七十万了 那剩下的百分之九十 那总人数早就超过一千万 那这现在看人家好像还不是这种 情况啊 上海这事比较特殊 咱们就按五百万人算的话 现在加上无症状五百万人算的话 对面的韩国作为世界防疫的模范生 他的死亡率是百分之零点一三 那就算都是一个人种啊 都是一个种族 你有那抵抗力我也有 我们基因都一样 你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如果也是百分之零点一三的话 那最后五百万人的话 朝鲜也要大数 死一万人左右 大概是六千八千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所以说现在朝鲜的这个死亡数次 刚才我特别讲 就不太 可信了 他的确诊人数 发热的人数 听着呢有铃有褶呢 好像还沾点边 但是 这个死亡人数呢 按着对面韩国做的那么 好人家的健康状况 抵抗力比你强多了 人家还那个情况 按着0.13的话 那你应该死大概六千人以上 所以说现在这个数字呢 大概不太可信 金正恩呢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 开完会议后 是说了一番话 当时弄得朝鲜的韭菜们眼泪哗哗的 因为后来这都在新闻里头爆了 三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带着恳切的 启愿 启愿全国的家庭早日找回平稳和笑容 将家里常准备的常备药品 当时他就捐给了本部的党委会的委员 他自己捐药 他就拿出了自己平时用的常备药 叫一号药品 当时就交给了党委会的委员 哎呀一看这委员长捐药了 把自己的一号药给捐出来了 那朝鲜救他们谁扛得住啊 朝中社报道说现场当时政治局啊 众人都非常感动啊 我估计也都流下了热泪 表示啊 我也捐 除了我自己之外 我还要鼓励号召党政军的干部们 大家一块来捐赠医药品 这确实是药铺里边也没啥药 24小时不关门啊 三胖到药店里巡回转了好几圈了 这比习近平强太多了 按说都不是东西 但是呢相比而言 人家哪里做秀表演 人家也比习近平强太多了 当然最后那个戴了两层口罩 那个是差点劲啊 不过三胖呢还是在会上还是要坚持要要 自主解决 这就是他的主要的宗旨 谁的帮助也不要 现在看呢他的治愈率已经大到了60% 那你说这三胖他怎么做到的你怎么治的呢 朝鲜国家电视台 他们老往那个YouTube上贴这些东西都有啊 他们给大家宣传了一个民间疗法 这里边原话有人给翻译过来 这个告诉所有的 这些老百姓 这里边重点原话 不要喝咖啡 这不是好东西啊 心理上能不能反映过来啊 不要西方的这一套不能喝咖啡 然后每天用热水泡三到四克的金银花 或者是四到五克的柳叶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吃三次 他认为这个就管用 这是在电视台里边 国家电视台啊给老百姓 现场直播咱们有一个标准的疗法 然后呢这国家电视台还做了很多的采访 有很多人痊愈了嘛 人家就去采访 等于呢这刚才说的一个办法 还间接地告诉了大家另外一个 抗病毒的绝招 这国家电视台是这么说的 说呢采访了多名 曾经患这个发热病的痊愈的患者 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痊愈的呀 结果这几家人呢都说 说一开始得了这个病是很害怕的 很担心呢得了恶性病毒很恐慌 你说小孩将来这怎么办呢 很担心 结果得上了以后这怎么办呢 然后就每天高呼 最高司令官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想起来就喊 结果如有神助 三四天我们就都好了 采访了好多人大家都这么说 你想他第一个电视里播了要这么说 采访到后边的家庭 那大家肯定也都这么说呀 哎我只要喊金正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看我们就都好了 这也算是一周啊 反正实在也没别的药 你想金正恩把他自己的药都捐出来了 你咱也不知道他那玩什么药 最后你想老百姓能有什么东西呀 最后就跟人家喊金正恩万岁万万岁 你就能好 这电视台给大家推荐的周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愿意试试 你还真别说 说到这一套心理安慰心理按摩对一些愚夫愚妇来说 这精神力量多少他还真管点用 你像过去啊家里有人病了到庙里去求神拜佛 然后人家给那么一包香灰 明告诉你啊信就灵不信就不灵 结果有那老太太真信呢 吃下去以后怎么样啊 嗯见好感觉真见好 所以说呢关键是你信不信 你是不是真前程弄不好真管点用也说不定 你像人家这真信呢那我这是万万岁 弄不好啊精神力量倍增战胜一切困难 弄不好喊几书那那一出点汗 退退烧弄不好还真管点用啊 这朝鲜给介绍的两个绝招 说完了朝鲜咱们再说说中国 咱们先说北京 今天很多朋友呢发来了照片啊 说到市中心 啊什么这个大商圈啊等等的吧 包括呢 北三环啊 可能有朋友就住在北三环 那高楼上都往下这么一照 街上空空如也 所以说现在北京呢就是嘴上不说 事实上在很大的部分 已经事实封城了 尽管呢前一阵胡叼盘他们也都呼吁啊 不能再这么下去 但是呢 因为谁也不掌握真实的情况 你又不掌握数字 你看这外面报的就几十粒 真正怎么回事谁知道啊 所以说就作吧 上海那呢现在看折腾的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轮也该轮到北京了 说说上海也有朋友呢给发来视频 一看上海啊那个大背景 街上中心花园啊花都摆上了 啊我估计还都是那种红的呀 是什么绣球还是牡丹反正都给摆上了 我看那个地点呢好像是外滩 最后背景有那个电视塔什么的 然后这帮人呢好像是一个合唱团 一帮大哥大姐啊在那排练节目在那唱歌呢 这这就开始准备了 这不也马上就解封了吗 所以说呢 这就叫丧事喜办 上海已经开始为解封 庆祝进行彩排了 啊这有唱歌的那有跳舞的 这就准备了 到那时候捂着龙灯什么的 那就 我们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难道就真没心没肺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我说真的一旦解封以后 大家呢我原来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 转年我又回去嘛 这一回去我一叔叔拿最新车驮着我挨家挨户去看那个 家里的那些亲戚们 有一个景象我记忆犹新 按说呢这地震一周年啊然后你就看着我 看着各家各户那一天晚上 就好像成根黑的一样 各家门口呢摆一小本袋上边弄一个盆 里面白袋土 然后插几根辣 死几口人插几根辣 然后大家都不吭事没人哭 就在家里边都默默的 所以说呢经过一场大劫难之后我认为这种人类行为这才是正常的 上海这次人遭了多少罪死了多少人 哪有心思还唱歌呢 我也不知道这帮人就没心没肺真到了这个地步 有的时候我当时还写了一篇那样的日记 说到当年唐山还有那么一幕 非常善人 你在城里边走 没事 然后看着各家那摆着小火盆 那小火链 说到微博 微博呢把朝鲜科普的一系列的防疫视频 他们给删除了 当然有很多人呢 有心吧 把朝鲜人家国家电视台做的这些科普 昨天我还做了点表扬 后来呢有朋友批评我说你的韩国 朝鲜电视台的东西你也相信呢 哎呦我说人家科普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世卫组织的 正常的一些内容 这人家做的好啊 我认为这个做的就是比中国好 甚至很多国家 都没有认真来做这个人家找人画的动画 人家用一种非常 亲和的方式 那个大家都听得懂的方式 普及给老百姓 这是应该表扬的呀 所以说这有什么别的我不信的 这个你有什么不信的呀 结果有很多呢 这个中文区的 人家把它给翻译成了中文 附到了那个视频上 结果在微博上让他们给 就给删除了 朝鲜人家也没说啥呀 刚才说了不就是世卫组织那点常识性的那点子事 难道就那么怕民众知道这个病毒的真相 难道那么怕民众就知道这些常识吗 难道真的就连北朝鲜都不如了吗 所以说我就不明白这些人 不应该让老百姓知道这些东西吗 人家好心人给传出来 给人删除了 另外呢今天有墙内的朋友呢给我来信 讲的那是因为这个习市防疫 把亚洲杯给停办了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好像这么一说不踢就不踢了呗 结果有朋友专门给我写信来讲 你知道在背后是多大的代价呀 之前几年的精心准备一下就全都化成了泡影 他跟我介绍了一些细节 说这次呢中国有10个城市 这三四年了一直在努力的进行亚洲杯的相关的筹备工作 建新的体育场啊等等各方面的准备吧 但是呢这次亚洲联呢人家按着国际标准人家提出了要求 必须完全开放 参赛球员工作人员赞助商等等人家来的本国的球迷不许有任何的 特别对待都全部开放 但你想这个能让外国球迷到中国随便来吗 中国人自己都不能随便来哪里外国人都来呢 那这不更千里投毒了吗 中国方面认为这根本无法满足 我达不到你这个条件 最后呢那人就不办了 不办了以后呢现在明说 2023年那个呢那就不办了 那你说这件我不办了我四年以后那个办行不行 不行 啊那个人家亚洲联也不答应 你不能啊你想干嘛就干嘛没那么一说 那我再顺严四年那不行 结果这一吹喽可就完喽这么多城市精心准备 花了这么多钱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到现在就全损失 这里边呢给大家说说啊厦门白鹿体育场 新建的 这个还是淋水的非常漂亮的一个体育场 这为什么叫白鹿体育场 我看那个体育场的造型有点像那个白鹿展翅要飞的那个劲儿 面对大海要飞翔的那个劲儿 现代化体育场花了35亿 青岛青春足球场32个亿 重庆的龙兴体育场造价27亿 西安的国际足球中心23.95亿 都是为这个建造的 有的是今年完工的有的是去年年底完工的 都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大连缩鱼湾足球场造价18.8亿 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造价18.65亿 上汽的浦东足球场造价是18.07亿 苏州昆山足球场造价16个亿 另外呢天津的滨海足球场是改建改造 扩大这个升级花了3.2个亿 北京工体是新的改造花了2.8个亿 多少钱大幅一家200个亿 据说在这里边很多的广告商务 合同你想明年就办了吗 明年6月份就办了吗 这都提前都签了都安排了 结果一句话全完了 中共官媒说是 那我们还借机提升了设施的档次 我们还落下了这么多的足球场 这话倒是对了 但是呢这么贵的东西它是需要商业维持的 你得把它给占回来 说到这10个城市 刚才里边说到厦门那等等很多城市吧 很多地方根本没有一线的俱乐部 像什么踢什么甲级联赛超级联赛等等的 它没有一线的俱乐部 你说平时谁来用 谁来比赛 像这种体育场你弄一帮业余的跑到里边 天天我们就全民体育了 那可能吗 不可能的事 平时而且这些城市的规模也不大 谁来用这你扮演成会他也不让你扮呢 谁来养着这些大家伙 这些东西是看着好看 这是要花钱的 你得有一支队伍 平时还得收拾他擦他弄他还得维护他 这是要花钱的 你拿什么挣钱来养他来维护这么个大家伙 所以说呢如果了解过去的那些什么奥运设施 亚运场馆等等那些玩意儿 你就知道他们那些东西后来的状态和命运 说到就是原来那鸟巢 好我有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专门去看过 当时呢也没什么 活动 进去一看 什么烂七八糟 那上面都是土 里面有几个人在那练骑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场地可以骑马 反正那一看平时那不像个样子 可能有活动啊你比如这次奥运会或者怎么样 办开幕式临时装修一下 平时破破烂烂的不行 所以说你看这200个亿 这么多人花了三四年的功夫 这就全白完了 宰卖野田心不疼 这就是这帮人把这点家底全造光了 这也就快踏实 就这么把这么一块全给白掌 来吧下边咱们聊聊中共的政治斗争的新动向 没办法 我们也得读读人民日报 咱们也看看新华网吧 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 说到昨天啊很多人都都都都贴了啊 昨天是没有习近平 结果今天的题目上要文里边也没有习近平 当然只是在一篇文章里边 那文章呢还挺长 简单说就叫什么 奋斗者正青春 这么一篇的党八股 那里边确实是提到了习近平 但是在题目上各方面表面一看 没有习近平 那人民日报没有咱们就看看人民网 人民网上边倒是有一条置顶 叫习近平打卡过的博物馆 就是他以前这么多年去过哪些博物馆 这是什么呀 这也置顶 他曾经去过的博物馆这就置顶了 这就是诚心没画找画没事给找事 这就是一种形式和姿态 咱们再看今天的新华网 一样 题目里边找遍了 题目里要文里边习近平全面消失 置顶的呢 它是一个专题栏目 这里边点开一看呢 叫什么近景 什么的 点开一看呢 那里边啊 叫近镜头 点开一看里边当然都是习近平的英姿 里边重点是 阿尔卑斯山上的中国暖阳 中国太阳都照到阿尔卑斯山去了 那也是扒竿子打不着过去的那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加上昨天同样的全无踪影 等于现在习近平是完全 没有进行时 说到在这两三天就没有值得报道的一件 实事 等于这两天都啥都没干 他要干了你肯定得给他登嘛 他啥也没干 而相反的这两天 头版的主题 无疑都是经济 现在防疫已经不是主旋律了 说到昨天啊那里边重点有李克强 说到汪洋昨天有今天也有 这确实是有点不太寻常 我认为这个还是有标志性的意义的 如果大家了解中国的党文化 知道人民日报这是党的喉舌党的脸蛋 说到人民日报新华网这样的 头面的这样的 风向标 最后呢连续两天甚至更长时间做出这样的姿态 这是不同寻常 说到一个人有多大权 关键要看你管多少事 如果几天下来您都没工作 你没大事 一看都是别人在那忙来忙去 在现在这个敏感 现在官场都在东张西望 民间都在议论纷纷的这个 这个关键的时刻 您就这么无影无踪的这么缺席 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件正常的事 最近有人传叫习近平失事 意思就是习近平失去了权势 失去了权势的那种势头 我想我理解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看这些头面的这些东西 从表面上观察一看这个味道这个风向 确实有点不太对 不过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澄清几件事 我不是追着爆料的那帮人打 但有些事呢说的不对 我还得给他们十一补缺 我还得给他们往回捡一捡 咱们先说李克强 实际上三天前就有上海的朋友给我来信 说李克强呢低调去了上海 说他上海这次调头解封 那就是李中堂推动的李中堂的意思 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件事的分量 如果过两天确实证实了这个消息的话 那就啥都不用争论了 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怀疑论者 质疑者 大家也都闭嘴了 如果到那李克强去把上海这摊子给收了 那习近平肯定是实施了 这就等于李克强到那去拨乱反正 这就等于宣布习近平的 动态清零彻底的失败 彻底的破产了 所以说这件事的分量大家都知道 但是 三天前我第一时间收到这东西的时候呢 我节目里我就没说 因为我无法理解 你作为一个国务院总理你去就去呗 为什么要如此保密呢 有这么做的必要吗 在你自己的神州大地上你作为堂堂的国家二把手国务院总理 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 这事我有点不明白 如果像有些朋友讲的路线斗争已经胜利了 我们到那去光复上海去修复上海去了 那更要大张旗鼓来给全国 因为很多城市都在看着呢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给大家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哦原来以后我们就这么干了 以后咱们就不能再拼那个混蛋的了 所以说呢这两三天我就不能理解 我一直在观察这件事 为什么这么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呢 说到央视这些媒体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这两天呢于是我就拖上海的北京的朋友给打听打听 有没有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很重要 结果呢最后今天汇总几个消息源的说法都是一致的 没有这回事 重点是上海的弟兄 这么大事要来了我能不知道吗 那我认为就是没有 也可能是我能力有限 我认识的人水平不高啊 这个层次层级不够高 但是我得到的消息 说到李克强低调去上海 我现在的判断 并无此事 希望大家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啊 因为这件事意味深长 说到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 十几个小时之前啊 这个胡叼盘的那个微博 有人把叼盘呢一直也当做一个风向标 认为呢这家伙有一狗鼻子嘛 他的嗅觉非常灵敏啊 他的消息各方面也比普通人多 结果昨天叼盘的这个微博呢 上来写了一句话 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跟不上这个信号 抛弃怀疑与彷徨 拥抱新的机遇者 将被证明是新的商业英雄 时代英雄 有人呢在下边呢在叼盘的这个微博下边呢 附了一张人民日报17号啊 这个习近平全面缺席的这个照片 然后就综合叼盘上面说的这句话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要跟上这个信号 抛弃怀疑与彷徨 都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 一看死锤了 连叼盘都叛变了 那说明习近平彻底就完了 但是 这故事 不是这样的 这个也太明显了 如果说有说有些东西无法正其真也无法正其尾 我宁可静观其变乐观其成 但有的东西能够正其尾的 这事我还得捅了他一下 说到叼盘人家的微博 你就搜上他的名字 加上微博一下就能看见那个原文嘛 人家在下边是附了两张图的 左边那个是政协组织召开的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有这么一个座谈会一个研讨会 刘鹤主持的 当时呢丁磊呀张超阳他们那帮人都做了发言 这帮科技界的大佬吧都说了几句 这是 一件事 另外那半边呢是人民日报 但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是没习近平了 但人家重点他圈了其中的一篇文章 特别把它给标明 题目是广大市场主体 增信心 稳预期 说的是经济 一方面呢好像政协组织这么一个会 我们不再弄你们这些科技大佬了 那边说呢市场信心要增信心要稳主体 这是 叼盘 重点 说的这个信号 是这个 信号 你别忘了他最后的这句主语 将被证明是真的商业英雄 时代英雄 就是中央啊通过汪洋他们那边组织这么一个会 发布了这么一个信号 你看人民日报也登了这么一篇 增信心稳预期的文章 你看这大伙还能不信吗 投资吧继续干吧 这是叼盘的本意 他说的信号是这方面的信号 确实啊 因为这个信号很多人确实捕捉到 昨天那个政协的会开完以后 科技公司的股票都大涨 有涨7点几的 有涨5点几的 很多人认为呢接下来这段时间不会再瞎折腾了 实际上叼盘人家说的是这个 说到这么一只党国的英犬在这个时候公然跳出来骂习近平 我认为他还是不敢的 但如果到哪天习近平成了臭狗屎了 到那时候谁也别拦着谁也拦不住他 他准是第一个 那时候他骂的准比谁都好 比谁的事都大都到位 那个时候你别拦着啊 他这是当这个的吗 他叼盘嘛 他就是干这个的 但现在还没成臭狗屎呢 所以说呢 我估计啊 这个人家没 他没这么大胆子 大家活不活了 所以我想这个呢 大家说归说 但是呢你断章取义 你把他左边那个刘鹤他们开的那个会 汪洋组织的会那照片给撸了下去 就把人民日报那拿下去 很多人也没注意他还给专门 用红线圈了个框 那你就说啊好像你看没习近平吧 这个是那个信号吧 这个太牵强 这个太牵强 所以说呢 我能正起伪的我就把他给捅了 说第三个 老邓先生呢在他之前的爆料中 曾经说到 石太峰要接管中组部 要当中组部的部长 大家都知道中组部这个差事 这可是要命的差事 管人事的 这可是绝对的心腹 绝对的这个党国的重臣 党国的互不上属 这还了得 这是个厉害的角色 但现在看这个爆料 不是真的 昨天国务院公布了一个新的任免 任命习太峰 石太峰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这是昨天 发布的新的任命 说到科学院的院长和中组部的部长 这俩工作是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说这件事呢 我可以正其伪 在这呢拜托老登同志 你还要继续努力 这件事 不是真的 有很多朋友呢都关心中国的政局 而且中国的政局呢 现在有点扑朔迷离 确实充满了很多的 那个可能性吧 所以在这呢 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保留这个 栏目 每天呢 咱们留这个标题 叫中共的政治斗争新动向 每天我看到什么新动向 我都跟大家总结汇报一下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我保持我个人的角度 给大家做一些分析 咱们来持续观察 每天给大家汇报一下 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多给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消息 和您的思考 把您的判断各方面到这呢我们也汇总一下 我们争取把这个栏目把它给办火了 让它有一点影响力 在我们这呢能有一些真正的思考 别都猜来猜去 你黑我我黑你 那也没多大意思 咱们在这呢真正的搞一些思想 和判断预判方面的碰撞 下边说说东航坠机事件的最新发展 很多人的应该有印象 我对最早呢把坠机事件 一上来就归罪于机组成员 我是非常抗拒 从最早传言中说的什么杨机长 包括后来的张富机长 还什么我下去了等等的吧 就跟他在旁边看着的似的 我把这些通称为鬼故事 我当时呢是不予彩信的 因为当时所有他们讲的这些 情节这些故事 不能够让我相信 这个我当时看着漏洞太多 但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有点说服我了 首先呢是华尔街日报这家媒体的信誉 在美国呢 当然现在我不知道了历史上的 一个华尔街日报一个纽约时报 这应该算是美国两家最有影响力 最有信誉和声望的媒体了 这是过去的传统的说法 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了啊 特别是纽约时报 他们说的话特别是说到这么重要严肃的事 这是死人的事 我想人们还是要高看他们一眼的 因为这次呢是由美国来负责 和解读这个黑匣子 所以说这次应该是了解 内情的美国官员 对华尔街日报的 一次透露 这里边的要点是 知情人士说 失事飞机的黑匣子的数据显示 大家注意这些话 解开了 对控制装置的输入 使飞机 进行了致命的 俯冲 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 飞行员故意向控制装置 输入了垂直俯冲的口令 在里边输入了这种指令 让他下去 这么理解好像就不是啊 是什么那个杆是往后拉是往前推呀 我下去了 就不是那个 好像是输入了一个什么指令 这个美国官员的初步评估 包括了对从飞机受损的 飞行数据记录器中 提取的信息进行分析 一名熟悉初步评估的人士说 就是一个知情人士 飞机是按照驾驶舱里某个人的指示 行事 这位知情人士讲 根据目前在调查中得到的信息 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一名 飞行员的行为 他们表示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但是飞机上的其他人闯进了驾驶舱 故意造成了坠机 另外他的要点是如果有关部门 认为是飞机的问题的话 这位知情人士讲如果是飞机自己的问题 或者是需要对飞机进行维修的 需要检查的一些细节的话 那作为解密的这些美国官员会立刻向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 所有的同类的机型要发布这类信息 比如这里边是一个部件或者是哪些方面出了问题 是机械故障 他们立刻就会向所有同类的机型发出信息 立刻进行第一时间的检查 但这位知情人士讲 博音公司和其他的航空安全监管机构 都没有就此次坠机事件制定任何服务公告或者是安全指示 这就说明这次完全 就不是飞机的问题 如果是 通告早就出去了 但这次呢人家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工作 综合判断呢我相信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现在的方向上已经不是飞机的问题 不是维修的问题 刚才讲了如果是的话美国 会立刻向世界上同样的机型 发出警报 立刻让大家做出维修 各方面的检查 这个呢是一个主要的旁证 美国没这么做 所以说现在呢大方向 现在呢已经集中到了这个机组人员的身上 刚才说到了一个飞行员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相信只有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中方人员才能回答 在这里边他们说话的声音 现场的录音等等等等 中方的人员都知道谁是谁 这里边一些具体情况 中方是完全掌握内容 还是我当初的那句话 看中方当时事后的各种举 证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掩盖和隐瞒 说到黑匣子这还没检查呢就已经损坏了最后拿出来一看那橙色的圆筒子不挺好的吗 然后事后呢对所有的 机组人员 这个亲属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人员立刻做出了全面的信息封锁 然后呢不公布所有乘客和机组的名单等等等等 他们是想做一个掩盖 是想做一些隐瞒 然后最后呢制造一个对他们有利 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结果搞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但当时我就讲因为整件事里它涉及到了美国人 你自己不争气吗你解读不了那个黑匣子 你必须交给美国人 有美国人参与人家不会替你瞒着呀 人家而且他想瞒也瞒不住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人涉及到的那种程序太多了 所以说呢说到这次非常突兀的一个报道 我认为我解读整个的这个报道给我的印象 这就是美国人通过这种婉转的手段 把整个的鸡蛋现在砸开了一个范 至于这里面怎么回事那就看你中方如何自圆其说了 文章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句话 知情人士讲 中国当局还没有向美国同行表明 他们何时可以公开 传达他们对调查的正式结果 这是原话 中国民航总局曾经表示过 将及时公布调查中的任何重大进展 这句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解读刚才说都有结果我们都交给你了 但中国当局没有向这些美国同行表明他们何时 会公开正式的结果 原来你们讲过会及时公开的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的反馈 什么意思 中国已经知道这方面的结果了但是没有公开 美国人可不惯着你 现在事情我已经把你给点透 我把它点开了 现在大方向已经确定了 我现在就是在倒逼中方 事儿我已经给你点的差不多了具体细节这由你来解释 但哪方面的事儿我已经跟你说清楚 现在你必须给世界给社会各界一个答案和说法 到这步我想估计很快中共就要宣布他们这方面的下边的故事 所以说我认为这次华尔街日报突然登了一个了解内情的美国官员的一个说法 这种东西一定是有录音带的 一定是有人家的这个准确的这种 采访的记录的要不然这事儿要吃官司的 真胡说八道中国会告你的 这能开玩笑吗 像这种大媒体面对着一个国家 你爆出这样的东西来人家会跟你没完的 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是相信 说到这篇报道的目的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报道 我相信美国做完了这个工作人家已经等了一段时间 一看你还不报干脆我来吧 我点点你啊这等于是 倒逼中共政府 你现在必须要跟大家公布真相 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这篇报道它的主要用意还是这个 来吧咱们最后说说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最新进展吧 咱们先说战况 说到东边现在乌军通过北顿涅茨河 已经越过了河在那边开始建立阵地 建立桥头堡 现在已经突进了更深入的东岸的地区 往北逼近了俄罗斯地面部队的叫沃尔查斯克市的郊区 现在已经到了离这个小的城市 7公里远了 这个沃尔查斯克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这是伊九姆到俄罗斯边境 比尔格罗德整个的中间的一个重镇 伊九姆在那儿啊 这个俄军的大后方 比尔格罗德在后边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镇正好在他们俩中间 比尔格罗德呢是专门给伊九姆送补给的 他得路过刚才说的这个镇 现在乌军现在已经打到了这个镇的门口 如果夺下了这个镇 那你前面伊九姆整个大军的补给 就被切断 所以说现在在这个地点正在爆发激战 另外呢现在在南边 乌军第59机动旅的炮兵部队 现在已经证明啊用的是那个777155榴弹炮 对乌南地区的赫尔松 他那有一个门户阵地 叫柳伯米尔里夫卡 柳伯米尔里夫卡 这个地方 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 在这个战地呢俄军呢是修筑了一些隐秘的地下攻势 他在里边呢藏了很多的弹药 很多的装备 这是他的一个据点 原来呢乌军试图攻克这个地区 但是呢都没有成功 这次用那个777美国的榴弹炮 一次性都彻底的毁灭了 把这个要给他砸了 那赫尔松战役马上就要全面的打响 所以说呢从乌军的大炮声中 敲响了整个在乌南地区 赫尔松战役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起点 这个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在南边在切供应线 在东边在切供应线 在南边现在准备进行赫尔松战役 大家今天都关注的马里乌波尔呢 今天很遗憾 我看到的视讯资料 各方面的资料呢 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 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掌握的一些资讯 昨天呢总统普京 做了一个公开的承诺 说从亚素钢铁厂撤出来的乌克兰士兵 将受到符合相关国际法的人道主义待遇 另外他的那个白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也做出了这方面的表达 现在各方人士吧 对这次行动呢做了一些 简单的评价 初步的评价因为 我相信说评价这个太早了 现在只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吧 后边的将来给他们的历史定位未来的评价 这是要立一座纪念碑的 那都是以后的事 现在呢就这么讲吧 乌克兰军方先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士兵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们牵制了两万名以上俄军主力的行动 阻止了他们对扎布罗热的侵略 这让我们有机会 组织防线 有机会来整顿我们的军队 所以说呢对这些人的贡献 军方做出了这样的说法 小泽的总统办公室也表示说马里乌伯尔的守军 扛了83天 浙江载入史册 他们破坏了俄军占领乌冬的计划 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走向 这评价可以了 亚素营自己也发了一个正式的声明 说为了挽救生命 所有马里乌伯尔的守军 都执行了最高司令部 批准的决定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投降的举动能够得到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和理解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也都称赞了这个亚素营 说他们完全完成了指挥部分配的所有的任务 我们正在努力拯救这些打引号的被遗忘的人 他们自己国防部也讲很遗憾 我们没有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来解除俄军对亚素营的包围 这句话是要说的 人家等你们的援军等了那么久 他们确实是做不到 说到今天最新的报道呢 路透的最新报道 我一直盯着他们的 他们在前面有人 说最新的一批七辆大巴 拉着乌克兰士兵的七辆大巴在俄军武装部队的护送下离开了钢铁厂 这是最新的进展 第一天是十辆 第二 第一天十辆的那个有很多士兵都是躺着的 因为大巴挺高 他们当时临时改装给做了三层卧铺 那些士兵可以躺在里面 但现在呢这七辆大巴呢我远远看着他们照的照片 人是坐在里面的 应该这些都是没有受伤的那些士兵 这个呢就不是伤员了 看到路透呢拍的一些现场的照片 乌军的士兵呢我看到有这么一组 这前面呢有一个好汉领着 然后一帮人呢就这么往前走 默默的往前走身上没有武器 这里边有男有女啊都有 走过来以后呢 然后接受俄军的检查 是要搜一下身 怕你身上带着武器 我特别注意了一下 现场 俄罗斯军队包括乌克兰军人 都没有携带武器 就是来检查他们这边的俄罗斯方面的人也没有携带武器 记者现场讲应该这是俄乌事先协议好的一部分 你不能拿着枪啊 跪下 手放在脑子上来过来搜 那没有 这个呢 在这个 这个国际的目光之下 这个做的还是可以的 之后呢他们将等待交换战俘 然后可以和家人团聚 现在看呢 因为在里边的士兵的数量 明显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7辆大巴能拉的这些人 人肯定比这个要多得多 所以说记者呢也在分析 因为谁现在也不知道整个协议的全部内容和他们的具体程序和全部的安排 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都没有具体透露 那他呢在现场啊这位路透的记者做了一个猜测 他想呢 乌军应该是分批出来投降或者叫撤离 等着第1批安全撤离了交换了回家了 咱们第2批再开始上述的程序 然后是第3批等等等等 因为今天他们看到的人的数量 没有那么多 当然他看到的是今天 乌克兰这个比较早的时候的一些 画面了 因为这也怕其中有诈呀 一下都出来了你这最后全给弄到哪儿去都给秃秃了 你找谁说去 普京和佩斯科夫都承诺了啊 专门对外都有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 俄罗斯联邦内部议会或者是什么啊 和一些俄罗斯人吧 强烈要求处决这些人的呼声 现在已经开始出来了 要审讯他们要审判他们要如何怎样 因为呢所谓的这个亚素营 给俄军造成了重创俄 俄罗斯人在他们手里那死海了 所以说这个呢很多人不服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今天也是刚刚做了宣布 作为对乌克兰政权罪调查的一部分 将对这些藏匿在马里乌波尔钢铁厂的 投降的武装分子要进行审讯 这是他的调查委员会做出的一个决定 他们要审讯他们 那现在这帮人整个的命运将会是如何呢 话也都别说绝了 有的说呢俄罗斯人肯定普京都讲了吧 肯定会遵守协议 全世界都看着呢 你能那么不是人吗 能那么说话不算数吗 那仗还没打完呢 你有落人家手里的时候 那你要虐待这些弟兄那以后你这帮人怎么办 因为你有很多上校什么的都在人家手里呢 对不对人家会收拾你的 不知道啊 当然也有人说呢你还信俄罗斯人 那肯定这帮人好不了啊 死不了也得扒层皮呀 反正怎么着呢 留下这么一个问号吧 谁也别把话说绝了 现在呢 肯定是会面临着严酷的审讯 这个现在是跑不了了 他也明说了 那是不是有一些 酷刑有一些折磨有一些虐待 或者有一些杀戮屠杀 这个现在咱们先 先放一放吧 但是呢这个心啊千长挂肚 我相信呢很多人还是 坠坠不安 大家呢还是非常忐忑的 等着吧看着呢我想啊不知道路透的那个记者希望他说的是对的 看看这第1批第2批是不是这么一个程序 大家在 之后的几天我看到什么我都会跟大家来汇报 怎么理解马里乌伯尔的这个现象 咱们看这个东西呢 我想这种事情 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就在中国的近代 就发生过一次 在这呢咱们给大家做一点联想 在抗战期间有一个战力和马里乌伯尔的情况 其实非常相像 那就是著名的 恒阳保卫战 当时的带头大哥那就是第10军的军长 当时的英雄 叫 方先诀 打到恒阳这步的时候 当时方先诀这个第10军只有4个被打残的师 在这之前他们就血战过 最后退到这 加起来4个师全算上才1.7万人 当时手里的家伙也不行啊 弹药 因为之前他们都是残兵嘛 弹药也不够 他们面对的是日军的4个师团 大数9万人 整个的实力啊 这个一开始是1比4 到后来近乎于1比10 因为人家来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越打人越少 就这种情况下 就敢和日军拼命 当时恒阳被围以后蒋介石也急了 不断的催促各路军马去救援恒阳 结果都遭到了日军的围点打员 所谓各来的这种救援部队大部分都被击溃 有的甚至就被日军给消灭 结果恒阳这帮在外无援兵 境内无粮草弹药的情况下 顶着打了47天 打到最后这个第10军可谓是弹尽粮绝 战斗人员所剩无几 当时能打的还有2000人左右 伤兵的人数呢后来有一个说法 大数应该在7000人 也就原来是1.7万人 全家上的一半基本都牺牲了 现在就剩下这么一个局面 这时候呢出现了一件事 应该说是触动了方军长 日军的攻占了一个医护所 当时双方眼都杀活了 而且当时那就明白告诉给中国最后通牒 如果我拿下恒阳的话 我是要屠城的 你这个因为你把他们打得也非常惨 日军在这损失惨重 最后他们占领了这个野战医院以后 日军杀戮了近1000名的伤兵 这在当时人神共愤 当时是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当时身在漩涡中心的方军长 眼看着救援无望 突围无望 而且眼看着自己身边的弟兄们 屠路殆尽这里边还连累着整个城里的老百姓 你想在那边他能屠南京弄不好真屠横阳啊 所以说这个谁也不好说呀 在这个各种选择中在苦苦的挣扎 到最后在日军突破了最后的防线之后 眼看县城在即的时候 马上就守不住了 当时主要的原因也是怕日军屠城 他就选择了最后的方式 协议 放下了武器 就跟今天马里乌波尔这帮弟兄干的差不多了 当时呢 是一个性质非常模糊的一个方式 首先是放下了武器 然后呢收治伤员 你这算是被俘还算是投降呢 这件事后来是在军事上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 说到衡阳保卫战最终的结果 不光说是国共两边就是在国军内部 也有很大的争议 因为当时指挥长沙保卫战的 薛岳将军呢那也是一个大英雄 和这个方先觉方军长两个人是有点 别扭 两个人是在理解方面各方面是有一些说法的 所以说最后方军长后来的仕途 不顺跟那个薛司令也是有一点关系 方先觉和他的残部放下了武器 可以说保住了大部分人残余人员的这些生命 日本人是非常敬重方先觉和第十军的这帮好汉 经过了这些殊死的战斗 人们对这个方军长特别的敬重 当时就同意了他这个 你叫投降还是叫被俘 这反正条件就同意了 然后呢保证绝不杀害这些老百姓 也不杀害这些伤兵 是有当时有解释的啊 是当时跟他们讲过 说第十军 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军队 说到这位方将军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军事家 当时是给他一些说法 并没有太为难这些人 很多士兵呢你放下武器了嘛 后来被日军有一个说法叫里送出境 你们就走吧 把枪放下啊给没给这个 路费这都不知道了 你就回去吧都回家吧 伤兵呢也没为难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结果在这时候呢就出了个事 这方军长不能让你走啊 结果当时有很多的日本军官 一开始是大头啊 这么司令官是团长啊就来和这个方坚决来合影 他们这个层级合完了呢 下边那些团长啊什么大队长啊什么的 都敬重他是条好汉 也都跑他来跟他这合影 向他表示敬重 结果这也为方军长呢 后来留下了一些 为人诟病吧 后来留下了一些伏笔 因为说到这件事呢因为这支日本军队后来被也被打垮了 后来呢有些人被俘 结果不光是一个日本军官 在好几位日本军官的那个这个口袋里边 都翻出了和方先决的合影 这还不是一个人有四五个人好像都翻出了这张照片啊 当然照的是不同的了 都跑来跟他合影了 后来当时的美军顾问团包括这个国府啊包括薛悦将军 他们那帮人一看你这什么情况 你到时候到这种情况你怎么说你也说不清楚了 日本他讲武士道啊你跟他战场上玩命 他有这个啊你说他都是宣传 那帮前线打仗的猛汉也未必有这个脑子 所以说呢有的就是敬重你 是条汉子是个爷们 是个好的武士人家就是那个情怀也说不定 当然后来在多方营救之下 这方先决呢是逃了出来最后回到了重庆 当他回到重庆的时候 老百姓是欢迎他的 大公报当时发了一篇社论 是讲 苦战衡阳47天的大英雄方先决军长回来了 我们情不自禁要向这位方军长欢呼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 他是得到了鲜花和掌声的 就像此时此刻 亚苏营这帮弟兄是一样的 按理说呢 你率军投降 这是要受到处分的 但蒋公呢 认为这情况不同 没有处分他 反而公开表彰 当众 颁发给了他一枚 清天白日的勋章 来表彰他的这场 恒阳保卫战中的巨大的 工军 这个也都上了 这个蒋公和他都有合影 这都上了报纸 他成了一个大英雄 当然这件事呢 到了晚年的时候 这个早时候你到底是投降 还是怎么着 被一些人呢 还是揪住不放 最后官呢 一直也没升上去 到后勤部 当了个什么主任委员呢 那是什么的吧 反正 很别扭 1983年的时候 这位方军长呢 脑血栓 最后呢 去世 晚年呢 是很憋屈了 很不愉快 享年 80岁 所以说到 当年的这场 恒阳之战 在民国时期 是有一个称号的 叫东方的 莫斯科保卫战 在民国啊 各方面的评价是这个的 当时算了账 他们以伤亡 1.6万人的代价 令日军 死伤1.9万人 说到日军的伤亡 超过了恒阳守军的 全部的人数 这是个壮举 虽然呢 最后是打引号的投降了 但是他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 包括蒋公代表政府 给他们的表彰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在中国曾经和这个呢 应该也有一个同样可歌可泣的这么一段英雄的故事 所以说怎么理解现在马里乌波尔这个 咱们参看自己共党的那都别说了 那你像那帮志愿军啊最后呢把那个当时人家战复营给的棉袄什么的都扔了 不要你一针一线啊光是屁股回来最后那么 忠心耿耿最后那几万人最后什么结果 对不对 更何况你还为了考虑士兵的性命你还投降 杀你八回都够了 所以说呢这个啊 最后呢稍微有点郁闷了 最后的结局 但在当时还是给予了 极高的评价 说完英雄的故事呢咱们说说乌克兰 捷克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刚刚批准了向乌克兰 提供60辆T-72M1主战坦克 人一看怎么还给T-72 这多落后啊 哎不是啊1980年 这个呢当时是东德的 后来加入北约以后呢 这个呢他也不怎么落到捷克 捷克呢把他对电子系统和瞄准系统各方面 啊火力啊炮弹什么的都做了全方面的升级改造 所以说呢那个架子是T-72的里边呢人里边的那种 全都升级换弹 这和俄罗斯的那个T-72两边见了面 那边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特别厉害啊 给60辆坦克 另外呢 前一阵这个 小泽这个脾气啊 你说你要加入欧盟 先跟德国干 最后德国这就没事了啊 这个呢 人家那总统也要来 然后是把这个 朔尔茨也要去嘛 结果之后呢实在气不过 这是性情中人嘛 又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又开始 又掰扯上 你老给普京打电话 然后回来你就代表普京逼着我让我丧权辱国 要给普京留点面子 凭什么呀 最后他给公开 私下谈的这些事您给捅破了 这事 反正是差点意思 那你和法国这等于又急了 等于又闹 欧盟就这俩大哥 你什么情况 最后呢 又通了个电话 这个呢 进行了一个长期而重要的对话 像包括呢 关于战争问题 向基辅提供武器的问题 给基辅提供原料的问题 以及乌克兰农产品 这边得包销啊 得换成钱呢 法国要帮忙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对话 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也讲 他向马克龙呢 通报了敌对行动的整个战争的进程 包括马里乌布尔的情况 以及和俄罗斯进行和谈的一些机会等等的吧 汇报一下吧 大致是怎么回事 反正一个长期而重要的对话 这是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公布的 把这个和马克龙和法国的这点事也都给缝上了 这就算也都没事 何必呢 这个是有点问题 不过呢这马克龙是真气人 弄得爱沙尼亚的总理骂他一顿 他也不愿意了 现在呢乌克兰总理也宣布 这个德国呢 马上向乌克兰提供1.5亿欧用 这个呢马上就给 这个德国最近就开始跟上 乌克兰这天天能有人给钱 那俄罗斯那边怎么样啊 也是在今天 俄罗斯财政部刚刚发布的一个官方数据 俄罗斯为乌克兰战争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他们给算出一数来 公布的 每小时1527美元 1527万美元 一小时 1500万美元 24小时大家想这是多少钱 这就是俄罗斯财政部 给告出来 这报的这么一个损失 一小时1527万美元 这家伙谁盯得住啊 这血是以小时计开始这么往外流 你能流多长时间 所以说呢回头咱们再看 马里乌波尔的这点事是不是听到这些数字啊 是不是这心 稍微的安稳了一点 因为你处理不好这件事后边的谈判就什么都别来 这个泽连斯基他们早有打过招呼 这事呢 如果这件事你要敢动我的人 那就 就扯了 每小时1500万美元 你就这么花 那咱们就玩到底 咱们就拼到底 另外说到乌克兰呢 昨天有一个 壮举吧 说到那个 卡露什 那个著名的乐队 当时在欧洲大赛上赢了冠军吧 他那个主唱呢 就是在整个表演的时候带一个小圆帽 带小粉帽 有的时候棕色的 有时候粉色的 那个主唱 那个主唱呢 这不是 完了大赛完了三天吗 这位主唱呢 昨天已经回到了他在乌克兰的家 然后呢 有很多人追着去嘛 就问嘛 怎么样 然后他宣布 明天也就是今天 他将参加军队 要和俄罗斯人去打仗 这刚赢完冠军回到家待了三天 然后这就明 就今天就参军了 人家就走了 所以说你面对这么一个民族你怎么击败他 泽连斯基呢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这个有一个大的一个事啊一个发生 那就是法国嘎那电影节 请泽连斯基到了现场 所以说这一说那个 好莱坞那个呢 实在是有问题 当时为这事还瞧了半天啊后来又说给小泽好多限制 那小泽一听那我还干嘛去 对不对 那个是有些问题的 嘎那这个咱们都知道法国整个欧洲啊 偏这边一点嘛所以说呢 自由主义啊各方面啊毫不犹豫请了 小泽 当然去做一个讲话 YouTube上都有 当那个主持人 那个穿着这个 长裙的那位银色长裙的主持人 法语我也听不太懂啊 人家就介绍啊下边呢我们要和 泽连斯基让给他大家做一个 一个讲话等等 一个现场的啊 他在说介绍的时候就非常的激动 然后呢这个小泽的画面一出现这是现场同步直播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 长时间的欢呼鼓掌 小泽呢做了一番演讲 然后呢翻语成现场的法语 这个我也听不太懂因为时间太短 我看不到英文的字幕 但是在这里边呢我看到法新社他们做了一些 片段的 切取 这个小泽呢在他的讲话中引用了1940年卓彬林 在那个大独裁者电影里边他最后的那段演讲 他是这么说的 说人类的仇恨 将会逝去 独裁者将会死去 他们从人民手中夺取的权力 将回归人民 人终将一死 但自由 永不终结 当时说完了以后赢得了非常狂热热烈的掌声 我想这一段呢我就把他里边其中的一段话 用作了我今天的标题 我希望呢朋友有时间抽空 到网上去看看他的这个演讲 非常的激动 人心 演讲完了以后又是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所以我想这个呢 这泽连斯基 真是个人物 他确实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 来吧 下边呢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 一些说法 在这呢 首先要感谢很多朋友报名参加我们的字幕组 我们这呢确实是需要大家的帮助 但是呢 有一句话 出于安全的因素 至于墙内的很多朋友呢 也纷纷要加入我们嘛 在这呢 不建议 大家 大家的这个心意 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领了 这个呢大家都知道 但是因为墙内嘛 最近这个白色恐怖啊 各方面的情况 变得越来越严酷 所以说呢 就不建议大家加入了啊 这个必须跟大家打声招呼 来自日本的朋友 谢谢您 啊这是谁呢 基纳王 谢谢您的支持 王 吴川 说人在上海 好不容易发了良民证 一家人可以有一个人出去两个小时 结果到了门口又说要48小时的核酸 又全都给赶回来了 今天是哪个媒体做了一个报道啊 他的标题是 就除了上海人以外 好像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已经 解封了 结果作为当事人 上海人不知道 这件事 我认为他这个 这是哪家媒体 写的这个标题 我认为写得非常精彩 他采访了很多里面的上海人 哪跟哪 哪的事 这不胡说八道呢吗 可是呢 这个是新华社也讲啊 我们熟悉的上海又回来了 或者是怎么样 在那胡说八道 其他大家都误以为上海已经 现在没事了 这哪跟哪 所以说这现场的朋友 给我们发来了第一线的消息 不是那么回事 Jason 谢谢 Neil 谢谢 月明 我们的老会员 上海的基层管理和媒体报道 还是能明显的感到 以防疫为先决条件 习近平对于防疫的掌控 目前来看还在发挥效力 上层权力斗争的种种迹象 确实无法回避 但还是不能过于乐观 对于盘观者而言 只能用乱来形容目前的局势 一切皆有可能是目前最好的 权势 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 所以说说到一些说现在大局已定 或者是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我认为我不太赞同这样的判断 我呢 当然了 像老灯他们一直也这么讲 我保持我个人的观点 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 我认为现在就是您说的这句话 一切都有可能 现在呢 习近平不稳 这个是能看到的 他已经失去了当时18大 刚到19大那时候 那种大的威势 现在呢明显的在走下坡 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松动 现在很多的主要工作都落到了李克强汪洋等人的手里 下边这种迹象我想会越来越明显 有事就有权 我想这个呢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点 但你说这事都已经定了 我保持我的怀疑啊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谢谢您的支持 咱们看一下时间 将近一个小时20分钟 这样吧 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 可打赏